再注意看 國貿論壇裡頭他講 反對台獨 堅持九二共識 意思是什麼 九二共識是以反對台獨的前提 也就是說台灣人 2300萬人不能決定自己的命運 我們的命運只能跟中國統一 推下去就是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台灣是中國的一省 所以有世衛這個秘艦出來 一點都不為奇 因為他其實循著中國一貫的政策 可悲的是我們有一個總統 不斷在欺騙台灣人民 這是第一點要講 第二點 馬英九你不要再恫嚇我們 什麼叫做沒有九二共識做基礎 兩岸關係會倒退 任何政黨都可以 我必須要講 馬政府全體上下 最可惡的就是這個態度 包括陳水扁當年拿得政權的時候 為什麼蘇起零下台前 創了一個九二共識的名詞 他自己都承認 他其實是要匡重點政府 只能照著九二共識走 今天同樣的馬英九 面對明年是不是有連任危機的時候 他告訴你沒有九二共識 就沒有兩岸關係的未來 是嗎 我告訴各位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非常現實 而且非常務實的政黨 在當年阿炳贏得執政之後 還記得嗎 那時候他們的副總理陳其稱 接見台灣代表團的時候 他說什麼 他說三通 不一定要講一個中國 可以純經濟事務 那個時候連一個中國都可以不必要講 三通 我們第一年是不是就談成了小三通 我們是不是談成了包機直行 請問哪個東西是在所謂的一中各標 九二共識 一個中國原則之下 完全都沒有 事實上本來連三通直行都快要談成了 只是那時候剛好面對台灣要搭選了 到北京政府害怕幫民進黨加分 所以就暫時hold住了 所以也就是說這個歷史經可以告訴我們 如果說明年民進黨拿得政權的話 北京還是會有務實的看待 務實的看待什麼 務實的看待民進黨是不接受任何前提 不接受一個中國 不接受這樣的鳥籠寬炸 民進黨是堅持2300萬人 要決定自己的前途 到時候北京要務實來面對 所以為什麼 蔡英文會說 要以這個多邊的國際化的架構 然後會告訴大家說 維持這個和平 區域的和平是共同的責任 為什麼 這個說給中國聽 這個說給全世界聽 我們想與全世界 希望和平民主自由的力量 一起來要求中國 要維持兩岸的和平穩定 要維持兩岸互相的共存共榮 我們不會把自己的命運 單純鎖在中國 所以為什麼蔡英文主席一直說 要跟全世界共同走向中國 這個才能 第一 保住台灣的主體性 第二 保住台灣的民主 第三 保住台灣的主權 第四 保住台灣人民 決定自己的未來 可是我必須要說的是 馬英九正走在 歷史錯誤的道路上 他讓台灣流失了主權 流失了民主 流失了尊嚴 而且讓台灣2300萬人的命運 一步一步地交到中國的手裡頭 走向一個中國的不歸路 這就是馬英九跟共產黨 設計的共同藍圖 我們必須要清楚地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最後我只講一句話 各位 2012年的選戰 絕對不是是一個政權的輪替 而是關乎我們台灣人民 能不能繼續保有我們的民主制度 保有我們選舉總統 保有我們的民主價值 更重要的是關係到2300萬人 能不能決定台灣未來的國家前途命運 這不是只是一場單純的政權交替之戰 這是一場關係到台灣 到底我們台灣人能不能作為國家主人 2300萬人能不能絕對決定我們前途 一個歷史關鍵的戰役 羅委員 說我請教一下 如果事情演變成是這樣子 在那個密件 在國際很多的組織單位 通通都已經拿到了 在政府方面也告訴我們 的確是有這樣的密件 的確台灣是被列為中國的一省 可是在這麼一個現實狀況之下 包括外交部的反應 包括馬總統的反應 你認為這是最佳反應嗎 是不是就這樣子呢 不是 像我們那個衛生署的 那個高局官也講過了 他們假如說證實這一份密函是真的話 那他們會提出一個嚴重的一個抗議 那我們現在在講 當然民進黨的朋友一直在講說 哎呀 我們主權受傷害我們主權哪 到今天為止台灣的主權 有受到多大的傷害呢 我們是總統還是我們自己選 所有的民意黨都我們自己在選 我們自己在選 所以你覺得我們外交空間 跟以前一樣是不是 不是 那今天我們要先講 今天中共的一個 變面的一個行為 中共當然大家都很清楚嘛 中共從他截起以來到現在為止 他從來沒有一天放棄過說 台灣不是 羅委 我想請教 不變的是中國共產黨的態度 但變了是不是馬總統的態度 你覺得馬總統沒有改變嗎 他真的在捍衛台灣主權嗎 今天站在一個國家領導人的一個角色 在野黨跟執政黨的觀點 我們在自始至終要併通台灣 今天假如說站在一個執政黨 跟一個在野黨的立場或的抗法 今天一個執政黨他主要關心的是什麼 關心的是兩岸的和平 關心的是所有在台灣 兩千三百萬同胞的生命財產的安全 那今天好假如說 如果走向中國讓台灣更安全 假如說今天是好 假如說台灣真的是說 可以說脫開大陸都不要 不要去管大陸不要去管 我們現在不要忘記 我們現在對大陸的一個依存度 我們對大陸的一個出操 超過七百多億美金 超過七百多億美金 今天大陸的任何一個舉動 他都會影響到整個台灣 台灣的一些經濟 甚至危害到台灣的一個安全 這也是民進黨立委所關心的 以經濟來鎖住你的政治 所以說對於大陸的任何舉動 都要步步小心 步步為延 那今天假如說 台灣的主權 是那麼容易的一個伸張 容易的那個 你說今天哪有一個國家的領導者 譬如說馬英九 大家都一想說他在親中 他在賣台 人家說嘛 說就算不算不算去做財商 對不對 那你說民進黨假如說真的 為什麼他們執政八年 他不敢喊台獨啊 台灣主權是決定在 在那個2300萬人的手上 你們當初沒有錯 你們說要辦公投 到最後變成什麼公投 變成你們真的敢拿出來嗎 所以我是覺得是說 在野他要怎麼發都沒關係 但執政黨的一個思考邏輯 他今天他要保護我們所有的 所有的那個 我們台灣的島內的人民的安全 甚至於是我們現在有多少 保護人民安全就是積極走向中國 沒有 你今天走到中國這地步 我今天在講說很悲哀的 就是說我們從2000年 到2008年這段期間 甚至到現在 我們對於大陸本來 2000年對於大陸的益存度是14% 到2008年的時候 益存度變成40% 到現在更高了 那這樣是長年累積下來了 我們有多少台商在中國大陸 我們可以不要考慮他們嗎 我們可以不考慮我們台灣島內的 老百姓的安全嗎 那今天 今天大陸 大陸去跟 比如說跟世界貿易主 去簽這樣的一個合約 簽這樣的合同 這個是我們所能控制的嗎 那當然我們要提出 我也贊成說 我們要提出很嚴重的抗議 我們提出很嚴重的聲明 那你抗議怎樣 你抗議的話 他會把這個文件取消嗎 那當然你說好 國際有人傳給你 那他有沒有辦法 有哪一個國際有人 敢成功能站出來就說 我就支持你台灣 台灣要有你的主權 你大陸這樣子不對 為什麼要偷偷摸摸 把這個文件寄給你呢 他為什麼不站出來講說 這個文件你中共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呢 你怎麼可以這麼欺負台灣呢 我是覺得說 如果外交部都說 現在馬總統做得非常好 是一個有尊嚴的國家 如果馬總統說 Mr.非常好 你覺得你責皮嫁票 你自己人就這樣說 我責皮嫁票 看不出來 抗議什麼 你們自己主人都這樣講 來 國會議員 台灣自己內部 包括他的總統 跟國民黨的國會議員 自己內部在勸他的人民說 中國很強大 全世界沒有人敢違逆他 所以勸他的人民說 要委屈求全 要這樣才更安全 這個國家亡國了 就這樣子不費一兵一足 自動投降 我告訴羅委員 可以和平好好談 談出好的結果 重點在談的方法 跟世界各國一起坐下來談 我們的四大組織都是這樣談的 談得多美妙 剛剛我舉一個例子 我剛剛質詢舉一個例子 說亞銀 亞銀名稱很糟糕 名稱叫做 Taiwan common China 中國堅持我就要這個名稱 因為在那個時代 他不能夠說 我在推出聯合國以後 我在這裡卻占便宜 他硬要 叫做Taiwan common China 結果最後世界各國一起勸勸和 談出什麼結果呢 那就是 Taiwan common China 旁邊再放一個牌子 叫做Protecting 抗議中 那回來了 你中國你硬要這個名稱 我台灣我就擺一個抗議中 最後在亞銀 談出什麼結果 互不隸屬 平等會員 我再說一個例子 APEC 最後談出什麼呢 談出說 這個會員國 會員 都要開這個領袖會議 領袖會議 國家元首都要來這裡一起開 中國堅持你台灣不能派元首來 台灣說你們都是元首 我也是平等的會員 如果你們不是邀請我元首的話 那就把我們矮化了不可以 平等的會員都享有這樣的一個資格 好 結果談出什麼結果 每一年我們的總統都會收到邀請函 APEC的領袖會議的邀請函 還是一樣送給我們的總統 邀請我們的總統 但是我們也知道自己平等會議 就回一個函 說對不起我沒有辦法參加 我派李遠哲我派連戰 可不可以談 可以談 談不談得出和平的兩岸都可以接受 然後呢可以互不隸屬的平等地位 全部談成了三個總統全部都談成了 蔣經國 李登輝 陳水扁一直談到WTO 全部都談出來了 問題的關鍵在馬英九一上台 就把這整個的模式毀掉 把它變成雙邊密約 自己跑去跟中國關起門來談 談出今天這樣的模式 我告訴各位 今天這樣的模式還是可以拉出來 在國際上任何一個密約 就是假以雙方透過密約去處理第三者 第三方的權利義務關係 傷害到第三方的利益 這不是全世界都必須接受 抗議還是有效的 這個不是全世界都必須接受 這個叫做醜聞 在國際政治上這是不可以的 不是說所有的國家都涉於中國 必須接受的 不是的 也就因此這個東西 只有在秘書處的密件裡面 可以流傳而已 WHO裡面的會員國 沒有每一個人都接受的 不是的 為什麼我們自己的國家 人家想要幫助我們的時候 我們自己叫自己的人民要委去求權 我們自己卻去投降 為什麼我們的總統是這樣 為什麼我們的執政黨是這樣 今天整個執政黨的立法委員 今天在立法院裡面 都在替中國找理論 所有的官員也一樣 我罵他們說 你拿台灣人民的血汗錢 在替中國辦外交 是台灣的外交 如果是在過去貶禮時代的過程中 都是積極要走出去 但是在馬總統時代裡頭 你看到整個外交 如果視統真的是跪下去 視統像是一個屈服條款 跟所謂的投降條款 怎麼辦呢 等一下來看看 馬總統認為 現在兩岸關係非常和緩 如果不走九二共識 勢必會大倒退 等一下我們就舉兩個例子來看看 現在兩岸是怎麼交流的 有一個商家貼著說 為了不降低品質 只招待大陸團 然後宋祖英 一個共產黨員 一個大陸的 一個少將級的這種文職官員 可以公開在台灣開演唱會 台灣一個歌手 唱個國歌就被大陸封殺 這樣的兩岸交流算公平嗎 開放扣音馬上回來